这所监狱的门票只要10万元 但你在里面待满两个月 就可以领取5000万的奖金 里面没有可怕的机关或者怪物 反而能提供五星级的豪华房间 甚至你可以带上伴侣一起住进这里 小帅变卖了家里的老宅 好不容易抢到了门票 他拉上女友就兴奋的来到了监狱 整街无暇的房间里 除了有张床和凳子 还有着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但预示的规则是 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 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里没有食物 还好机智的女友在墙边发现了一个屏幕 只需要按下按钮 每天就可以提供一人三份的营养餐 虽然这东西无色无味 但是想到两个月后的奖金 小帅顿顿顿就直接全干了 到了晚上10点钟 房间准时熄灯 小帅跳上床就想和女友亲热一下 可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摄像头 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度过了这第一晚 由于房间里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他们只能靠着聊天吹牛来打发时间 但话总有说完的时候 连续谈天说定了12天之后 两人都已经累得不行 小帅只好对着倒计时发呆 而女友则选择了打坐打发时间 但这无聊枯燥的生活属实让他们有点受不了 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运动健身 发泄自己身上使不出去的力气 但看着时钟上还剩下一半的时间 两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可就在此时 小帅竟然发现了地上有一只虫子 他兴奋地抓住这只小宠物 并将它取名为强哥 这一条新生命仿佛是照进小帅生活里的一道光 他甚至还把自己的营养餐喂给了强哥 觉得这个东东也太恶心了 结果两人因为强哥的事争吵了起来 这也是他们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吵架 可令小帅没想到的是 女友竟然毫不讲理的 直接一脚带走了小帅亲哥的命 并说碰过虫子的手绝对不可以再碰他 男人有些无奈 明明虫子可以陪伴自己度过剩下的20天 从而顺利拿到5000万的奖金 女友却又让他们陷入了无聊的境地 接下来的几天小帅都面色颓废 为了让他重新精神起来 女友只好向他道歉 但小帅却得寸进尺 原来房间里还有一个规则 就是可以使用500万奖金来换取一样随机物品 小帅希望女友能同意他去换这个东西 于是女友只好说 这底算小帅自己买的 不能影响他自己的那一半奖金 成功真的同意 小帅兴奋地按下了随机物品按钮 结果里面出来的是一个绿色蜡笔 小帅开心的合不拢嘴 因为他最爱的事情就是画画 而房间里的白墙正是他最好的画纸 在墙上他肆意发挥着自己的创意 让本来朴素的房间变得栩栩生辉 但女友学认为 这样一根小小的蜡笔卖500万 小帅根本就是被当猪仔了 好在蜡笔帮他们度过了五天的时间 日子再次回归平静 可这天女友在卫生间门口突然呆住 因为洗手台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把手枪 看来这一定是主办番安排的小把戏 他们决定将手枪藏进床底 谁都不准使用 可此时突然灯光一黑 墙上出现了小帅前女友的视频电话 小帅兴奋地和他谈论房间的状况 可一旁的女友明显已经开始吃醋 下一个视频电话是女友的 可屏幕上出现的竟然是他的老爸 这可是女友最恨的一个人 因为他在女友小时候曾亲手将他抛弃 虽然他躲到了角落 但仍然可以听到父亲说自己已经病入膏肓 现在才感觉到对他有无比的亏欠 电话挂断后压抑的气氛笼罩着小屋 为了帮女友提一点气 小帅决定再拿出自己的500万奖金 去换一样随机物品讨他开心 可当小帅按下按钮这次随机到的 竟然是一个赤果果的美女 小帅吓得赶紧把自己的衣服给了他 可女友看见这个场景后还是一脸的不高兴 这分明就是主办方在搞事情 没办法原本就不大的床 现在得硬塞下三个人了 虽然来了个陌生女人 但这至少让小情侣的生活不再那么枯燥 可这一天小帅一觉醒来 突然发现自己的周围出现了很多黑色墨汁 下一秒他就被吸入了深海之中 原来是他再次梦见自己失手 让自己亲弟弟溺亡的事 这个梦一下就让他崩溃了 小帅疯狂的说要离开这个房间 在女友的安抚下他才好不容易平静了下来 从此之后小帅的情绪一落千丈 到了晚上女人为了安慰他 将他带到房间的小角落说起了悄悄话 可这一幕恰好被女友撞见 看见他们俩牵着手 女友二话不说对着女人就是一对言语羞辱 他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言辞 第二天便选择离开了房间 但女人非常心机的在墙上留下一句话 说小帅其实偷偷和他油染 这句话果然激怒了女友 他再也忍不了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和小帅的前女友长得非常像 他在小帅面前歇斯底里的怒吼 完全不听小帅的解释 甚至他还一下前小帅推倒在地 后脑勺都撞出了一大堆的血 小帅这下也崩溃了 这么明显的圈套 女友却这样毫不讲理 他意识到这个房间不只是一个房间 而是一面镜子 他可以清晰地折射出两人之间的关系 小帅再也待不下去了 他决定从房间里离开 但是离开就意味着放弃挑战 减少一名挑战者就会失去一半的奖金 没想到此时的女友竟然从床底掏出了那把手枪 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威胁他 可小帅知道此时的他已经走火入魔 最终他还是不管不顾地按下按钮 离开了这里 就这样房间里只剩下了女友 一个人的日子就好像被无尽地孤独吞噬 直到剩下了最后两天时 他看见了小帅曾经写在墙上的话 女友这才想起以前的他们是多么的恩爱 于是他坚决地站起身 缓缓地走到了按钮面前 多年以后小帅和女人再次相遇 此时的他正在探望自己那个曾经最恨的父亲 小帅也发现他变得温柔了好多 两个人走在大街上 小帅问起剩余的奖金他有没有拿到 而女人却并没有做回答 或许这个问题早就已经不重要 那个无瑕的房间不仅让他们毁灭 也让他们重生 人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就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但是随着时间的沉淀 反而能让两个人更加坦诚相待 拜拜